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 今天是2019年8月8号星期四 农历是7月初八 好 那么听众朋友们下个星期四呢就是中元节了啊 希望大家多念经多吃素 好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们问题 喂你好 哈喽 你好 哈喽你好 师傅你好 我想要问一个亡人 请讲吧 呃呃呃成 呃东城 吉 米字旁 一个开工大吉的吉 米字旁什么旁啊 米字旁啊 米字旁 米字旁对对 米字旁一个吉利的吉 对 呃员米字旁 啊一直开 啊 呃呃呃 去年西加盟旅工赛网生的 嗯这个人厉害 这个人已经超出六道了 呵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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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uilds 可能师傅 这个是我的孙女来的 啊 是你的谁啊 是你的谁啊 我孙女 我… 孙女 啊 你孙女啊 啊 但是师父跟他看过图层 说他的脑脑有流的 男朋友就走了 他怎么会 他怎么会跑得这么高的 他可能就是来还债的吧 是的 可能就是我一等他 使用的这个18320 21年的 他的第一日二月十五 他很厉害 他很厉害 你等等啊 我看一下 他是什么来历啊 哦 他真的是 哎呦 很高哦 很高啊 哦 申文道 哎呦 申文道啊 还需要再抄给他吗 我已经取决了 要给他1000张在2021年 好了好了好了 不要再给他了 你你你小房子还上得去啦 看什么玩笑 没了 好的好的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 难道师父可以跟我看莲花吗 303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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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哦 很好 在天上 很好 在天上 师父就是有一次我打过电话给你 我是61年的牛 告诉你 说我鼻子有问题吗 你说我鼻子有鼻斗元 然后我就检查了 真的我的鼻子有鼻斗元 但是是良性的 需要走出吗 看见了吗 师父厉害吧 厉害 厉害 师父真的很厉害 嗯 呵呵 很感恩师父 很感恩菩萨 自己好好的相信 观世音菩萨好好念经啊 听得懂吗 一定一定 师父看到的你们看到的 你们身上的这些毛病啊 你这一查就查出来了 嗯 现在是良性是良性的 应该是 应该是问题不大 我觉得先 吃一点那种六神丸呐 或者 踹心脸呐 来消消炎 然后呢 来 他因为是 他现在我不知道 消得下去消不下去 可能要吃抗生素 嗯 嗯 好的 好吧 你要吃抗生素吃了之后 能消掉最好 消不掉的话 你可能还得动手术 明白了吗 雷射 医生是说雷射 哎 雷射把它消掉也可以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你先吃抗生素吧 看看能不能消掉 好吧 好好 好的 那么小房子还需要多少张 我这是本人 小房子要230张 230张 是不是还能够可以帮忙看一个亡人吗 无妄想 口天无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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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日 一个亡 一个吉祥的祥 也是在18年网生的 无妄想 他叫阿修罗 嗯 阿修罗还需要多少张师父 试试看吧 再给他86张试试看吧 好 好的 感恩师父 好的 感恩 感恩菩萨 感恩 喂你好 喂师父你好 你好 感恩师父 麻烦给看一下我妈妈那个身体 47年的属猪的 47年属猪的 对 她那个现在身体浑身疼 啊 哎呦她的结呦 对她七十三岁七岁 祖猪的 很麻烦的 你要叫她 她现在修行念经过了 还吃荤的还吃素的了 她吃素的吃全醋 16年许愿的 叫她不要 叫她不要吃鸡蛋了 嗯 哦好了感恩师兄 感恩师父 对不起 嗯 好吧 嗯 嗯 好了然后再看一下那个 她还那个什么 已经放上了四千多条鱼了 就是 近期 她这个身体 她需要多少小房子 一千五啊 一千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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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她她 像那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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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像那种海里那种 像海灶一样这种东西 哦 黑黑的 缠住她 嗯 嗯 所以她身上的血液一定不好 嗯 对 她是 那一次 师傅跟友谊那一次 那一次6月15号 7号 我们穿好好的 她那血脉不合 还说她那个 她那个腰椎本来不是很好 对啊 那个 嗯 明白吗 一箱 一箱五百条鱼 还是一千五百张小房子 没有一箱五百条鱼 小房子 小房子 小房子先念六十九章 好吧 六十九章 嗯好嘞 那她那个什么 因为我们近期可能会回去了 现在的乖堂 很怕她那个身体就是恢复的 有没有通风 或者风湿之类的 嗯 会的 主要是 我刚刚看到的那些海灶啊 海带像 不像海 就是有点像海带 实际上一定是一种水下的一种活的生物 她一定吃过很多海鲜的 明白吗 但是以前我们就是老师那个什么做那个 就是海鲜那个都是她做的 因为我妈妈 一定是家庭 吃那个就是洗那个活虾呀 都她做的 非常可怜的 也是我们错了 让母亲做了这么多业你知道吗 对啊 就是这个 嗯 那帮她多念点小房子吧 好吗 小房子就是六里堂 就是那个近期是吗 对啊 我今天在菩萨那个咱们那个观音堂又学院 学院一百零八张三个月完成 就因为她疼了 我就求菩萨治疗她那个全身疼痛 然后治疗去她那个所有的那个业障 然后放生就是又学院两千条 就是近期也是三个月完成 就治疗她身体疾病 让她不要疼痛了 她疼了 每天就是吃那个止痛片 很痛苦的 是啊 这就是这就绝对就是海鲜呐 像这种病吗 绝对是海鲜呐 网生中她现在每天念七十八遍那次食物 说八十七遍吧 八十七遍好像是 嗯 每天 嗯 她还是要注意什么 没有啊 就是叫她求观世音菩萨让让我 就跟她观世音菩萨讲 让我不要痛啊 不要痛啊 不能痛的 一边一般吃海鲜吃了太多的人 在喝酒的话她会痛疯的呀 嗯 哦 她现在就是把那个鸡蛋给她 那个什么绝戒了哈 对 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情 就是要多念点往生咒呀 嗯 嗯 一边四十八遍不够的 四十八遍不够的 那往生咒大概多少遍 往生咒至少六十九啊 六十九遍哈 好吧 嗯 好 那个师傅再给看一下那个 九三年我那个双摩他儿子 他今年想申请就是来那个澳大利亚 那个上学 他是学上课的 大概他选了几个 一个是悉尼的大学 一个是那个双摩尔本的 嗯 哦 他摩尔本的好像比较好一点 嗯 摩尔本的比较容易批准的 嗯 哦 是 他昨天晚上倒是那个在那个观音堂 他问菩萨了 说大概是那个在哪个地方调和学哪个科 嗯 他学的商科学哪个专业更好一些就是 嗯 他好像是 嗯 好像跟数据 嗯 那个数据他说的 嗯 数据嘛就是这个 数据应该跟商科有关系 嗯 对 好吧 好好地让他学吧 嗯 孩子要进步 要努力 到了海外不学佛的话 别让孩子出来 出来了之后 这里这个资本主义社会 吃喝嫖赌全是合法的 是啊 听得懂吗 他那个说是 前17年前前来说 不是那个师父今天那两个双胞胎男孩 嗯 那个什么我想让他过来到师父身边来 啊 没关系的 一步一步吧 都可以 先出来再说吧 好吧 嗯好嘞 好嘞 嗯那个师父那我们家那个 嗯 我的那个 还 我开始开始我那个还注意什么 因为我可能有 没有什么 就是经常奴隶薄斌的生活 嗯 好吧 要经常爱众生 不要太自私 菩萨一定会帮助你爱你的 明白了吗 对 我知道真的是一直很死的我们是 对啊 嗯 好了 嗯 好了 感恩师父 祝师父帆南康 嗯 嗯 喂你好 嗯 感恩普通感恩师父 啊 冯秀街上冯秀对几杯 嗯 对 请开一个1982年的熟狗的女的 1982年熟狗的 对对对 1982年 1982年熟狗的是吧 对对 想看什么奖吗 嗯 嗯 他想问一下什么时候能把房子卖掉 他念经不了 念经念经 同修 他去放300条鱼啊 嗯 小房子呢 小房子46张就可以了 他现在300条鱼放了 就慢慢能卖掉了 哦 嗯 他打开才在呢 几几年熟什么的 82年熟狗的女的 82年熟狗的女的 哦 还有哎 还有一个 这个需要多少张呢 56 哦 他家的佛才和气场怎么样是吧 还好啊 他好像放在房间的右面的吧 嗯 嗯 那他家里还有灵性吗 左面墙顶上还有一点 散灵 陈总吗 师傅他想问他家里还有灵性吗 左面房子上面有灵性 散灵 哦 需要多少张呢师傅 27张就够了 嗯 好 是一段 是一段 就是像人家古红木的 这种 这种 本色的那种木头 雕刻的东西 他已经惹灵性了 现在我看到他整个这段 家里的不知道哪一块木头是雕的木头 里面有灵性在他的座上面 嗯 好了 答案师傅 嗯 嗯 师傅给同学改个名字 她是1964年属龙的女的 有六个 1964年属龙的 对对对 你给他 有六个 念一下吧 嗯 潘新云 潘金云 潘金云 潘天云 潘静云 潘云明 潘云明 第二个叫什么 潘金什么 潘什么金啊 潘金云 金是黄金的金 云是云云众生 在头头头那个云 第一个叫潘新云啊 对那个新是长个金字 云就是云彩的云 这两个都可以用第一个吧 潘新云 他的确是缺金啊 他缺金的 哎呀是是是 上次师傅帮他改看过 说他名字里水太多缺金 嗯 答案师傅 再开个莲花是否 一四一五七女的 一四一五七 啊 她修得很好 修得很好 莲花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 一四一五七是吧 对对对 不好啊 真的不好 他是不是帮人家 帮人家什么婚姻啊 去弄断过人家 有没有啊 这个不知道 去问问大概有没有做过什么缺德的事情啊 他认为不缺德 实际上是缺德的事情有没有 哦 好 最后他的图同颜色和业障比例 数什么呢 他是 数码的女的 几几几年数码的 90年数码的 90年数码的 偏深色的 棕色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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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的业障比例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不会错的 他修是修得很好 但是他做错事情 缺德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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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的节目就到这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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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